彰化有民间社团发起了招募捐血的活动 现场准备了从日本进口的250盒口罩要送给捐血的民众 只要捐250cc就送一盒50个口罩 还有价值700块钱的物品 这消息一出现场吸引了不少人潮 这排队人龙绵延了一公里长 限量换口罩的号码牌在10分钟就换光了 而且早上9点半才开始 凌晨4点半就有人前来排队 常常的队伍从鹿港镇公所前 一直绵延到另一条街超过一公里 民众大排长龙都是要来捐血的 250分的号码牌10分钟内就发完了 捐血前得先量体温 这位先生凌晨4点半就来排队拔的头筹 而且一口气要捐500cc 会这么踊跃出了捐血一袋救人一命 最重要的是捐250cc就可以送一盒50个口罩 捐两袋血送两盒口罩 我觉得你们应该派个警察先保护那些了 可不可以抢 妈妈你要捐两袋是不是 你要捐两袋会不会昏倒 武汉肺炎疫情延烧一兆难求 民众一个星期只能买两个口罩 这里捐血一袋就有50个 难怪大家抢破头 主办单位说过去也会举办捐血活动 这次赠品去年底就已经准备好了 没想到刚好碰上疫情 这个也是一个意外 因为去年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募集好了 对那想不到说在过年后呢 这个口罩变成这么夯 这么搭这么需求的防疫品 250份的口罩虽说不是医疗机 不过还是可以防粉尘以及飞沫 非常时期总比没有口罩好 民众还是先拿到比较安心 接待容貌正好报道